俄羅斯總統普丁即將要起身 就是明天剛剛提到的 要仿中兩天 這當中會涉及很多的經濟議題 我們等一下來看 他即將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來會面 兩人本次會晤可能會討論的議題 我們來整理一下 第一個 增加兩國之間的貿易 第二個 全球和區域之間的安全 這一次普丁的到訪恰巧 大家知道我們特別談到了 習近平主席才剛結束他的歐洲行 歐盟一直都很希望 中國大陸能夠在這當中 發揮影響力 趕緊結束俄烏之間的戰事 那麼事實上中國大陸確實 他也還是有在持續 臥俄的戰爭 這位是中國大陸的 歐亞事務特別代表李剛輝 記得他才剛完成 他的第三輪的穿梭外交 去了哪些國家 包括了土耳其 埃及 還有到中東的國家 我們現在來看到的是 這個烏俄戰爭 第一個要關注 您認為說 普丁希望在中國大陸當中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希望得到北京什麼樣的再確認 這次要來特別關注的 大使怎麼看 好 我想大家都知道 中俄的關係已經到了一個戰略 一個盟國的關係 在兩三年前 普丁訪問北京參加奧運會的時候 雙方都已經有一個協議 算是上不封頂 上不封頂的一種特殊的關係 所以閒戰可見的未來 中俄的關係是只會密切 只會更加的 可以說是緊密的聯合在一起 當然受到今天美國的抗中的氛圍了 中國也需要俄羅斯這麼一個過去的老夥伴 從一辈的一個陣營 這次主要我想普丁比較關切的是 為什麼他上任之後 接任之後馬上訪問中國 因為從國際的外交的觀念來看 一個新任的領導人 他上任之後 他再訪問第一個國家 一直在他心目中 是這個國家的外交方面 是最重要的優先的排名第一名的國家 所以顯然在普丁心目中 中國是一個 第一個就是中國大陸 第一個 他的最愛 他的首愛就是中國 再次普丁也剛從歐洲回來 習近平剛從歐洲回來 普丁總之會有點不太放心 因為他知道這次習近平在法國的時候 跟馬克宏 還有歐盟的范德萊恩 這些歐洲的領袖跟他講了很多話 要他來介入惡務戰爭調停 我想從普丁的角度 他也有理由去關切 這些西方這些傢伙 不要給習近平灌了什麼米湯 他已經不會受到他們的影響 所以他講他人 這次我想普丁會預見 習近平會有些訊息 代表歐洲的西方國家 轉給普丁的 他也藉著機會 當面跟他溝通 澄清 所以我想這個事情 可以說在習近平在歐洲訪問 應法國的邀請去歐洲訪問 歐洲給他這些訊息 他回到國內之後 普丁又來找他 所以我覺得從這個跡象來看 可是是一種天意如此 中國必將在俄烏戰爭的後期 他的結束的方式 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這個結束的方式還不知道 還不知道 但是現在我想 目前各國都已經指望 中國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因為現在看美國 顯然美國我想拜登現在無暇顧這個事情 因為拜登現在盲視他六個月之後的大選連任 所以我想各國現在希望寄託在這個中國身上 當然這個中俄關係事實上也不是說讓我們所想要 還一定會一帆風順 今天不可諱言 在中國內部也是有一些人的 比較自由派的人 認為並不正在主張說中國這個俄國 保持那麼密切那麼密約關係 所以還是有少數人是抱著一反態度 所以我想這是兩國領導人的溝通 總是讓這兩國的關係能夠有一個盤整 能夠有一個從客觀角度再去分析 有沒有什麼需要再去加強 或哪方面需要一些做一些重新調整 這是一個國際外交的常態 所以這關係這個見面總是有一個中美不見好 是 好 一定會越來越密切的 中俄之間的關係絕對是在貿易上 我們來看到一些統計數據 這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的海關總署的數據 2023年來看到中俄貿易額 2400多億美元達到了歷史新高 這個幅度比前一年大增26% 相當驚人 我們來看到俄國對中出口 是以石油 天然氣 煤炭為大中 還有包括了銅 木材 水產品等等 中國對俄出口則是這一些 包括了汽車 智慧型手機 電腦 工業大型的這一些為主 但眼前大家其實還會關注到 就是人民幣3月份 在俄羅斯它的外匯市場 我們來看到它的交易占比 達到了53% 創下新高都可以預見 現在俄羅斯對於中國大陸的依賴 是相當的重要的 我們從剛剛提到的貿易 再看到的去美元 再來替代Swift等等 是否都已經確立 這個關係越來越穩固了 接下來中俄可以建構 什麼樣的連結 佐老師 其實本來俄羅斯就有它自己一套 就是類似Swift的一個系統 因為Swift它本身就是說 我的跨境的 跨國的金融交易 我用傳輸電報彼此認證 那就可以使得它交易非常迅速 俄羅斯的這個叫做SPFS 中國大陸也有一套叫做CIPS 所以說其實它本來就有這個 只是說他們也都參與在Swift的 因為畢竟全球還是靠美元 全球的美元交易還是最大的 當然我講的這個是在這個 目前還是最大 但戰前就是俄羅斯戰爭之前 俄羅斯最大的這個外匯使用 也是美元 那現在已經有所改變 2023年的統計 人民幣的這個交易 在俄羅斯成為最大的外幣交易 那是達到了多少呢 達到了42% 美元是39% 那這個數字如果大家覺得 可能還是好像不是差別那麼顯著 2022年的數據是怎麼樣 2022年美元是63% 而人民幣只有13% 換句話說 從2022年到2023年 人民幣的使用成長了將近三倍 增加了兩倍 變成是說從13%變成42% 超過兩倍 變成原來的三倍以上 那麼而美金從63%掉到了39% 也是將近折半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巨額的變化 第二個是什麼呢 就是說當然因為它的中俄之間的貿易擴大 因為本來俄羅斯是中國大陸的這個 第9位的這個貿易夥伴 現在變第6位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們本身交易量很大 但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個就是說 俄羅斯目前正在開發新的貿易路徑 因為它過去的貿易只要經過西方國家 只要經過這個制裁俄羅斯的國家 它就沒有辦法進行 那這個當然會影響到俄羅斯貿易 但它現在要開發兩條貿易路線 一條是從白俄羅斯到巴基斯坦 另外一條是俄羅斯經過離海 進入吉爾吉斯 那這些貿易路徑呢 未來就會成為俄羅斯躲避制裁 最好的一個方法 因為它可以通過 特別是通過伊朗 然後進入巴基斯坦 那它就可以直接進入阿拉伯海 進入印度洋 那這些都是未來它的一些做法 當然這個也需要很大的投資 所以俄羅斯今年已經借給 這個伊朗一比蠻大的這個經費 大概是將近這個 30億左右的這個歐元 那麼用這個歐元去支撐 這個伊朗的這個就是建築 這個所謂的通道的這個費用 那到底這個能夠多快時間完成 當然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趨勢 是存在在那裡的 當然甚至還有很多其他南方國家 因為他們擔心說他們的這個貨幣使用 他們的美元使用 可能會被美國拿來作為一種武器 美元武器化的這種擔憂 使得很多南方國家 也開始減少對美元的持有 那這些其實都會降低 全球美元交易的比重 好 除了看到金融市場 我們來看到這個實體的鐵路 這個基礎建設的部分 現在因為俄物關係越來越好 然後我們知道普丁 對中國大陸有所求 所以普丁現在對中國大陸的讓步 也放行到中國大陸所建設的 經過中亞的這個鐵路了嗎 好 這個鐵路我們帶您來看到 是吉爾吉斯的總統 他宣布的 好 這個手版 我們來看到中吉烏鐵路 預估在經過了27年之後要動工了 預估動工時間就是在今年的10月 這條鐵路 帶觀眾朋友稍微了解一下 1996年開始建設 然後延宕到現在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當初 俄羅斯他不想要讓其他的國家 可以介入現在在中亞的這些勢力 這個鐵路的運行方向 簡單講 從中國大陸的新疆克什出發 經過吉爾吉斯 最終我們到中亞國家的 這個烏茲別克 全長是523公里 香港媒體分析 中吉烏鐵路 它的戰略意義非常的重大 我們現在看到普丁有求於中國大陸 這條鐵路現在開始動工 我們可以來解讀說是 普丁同意可以興建了嗎 地緣政治上北京接下來 如何擺平俄羅斯 對中亞這邊的一個警戒態度 將軍怎麼看 對 俄羅斯的態度是最大的關鍵 因為我們講到的 吉爾吉斯 烏茲別克 還有其他的哈薩克 塔吉克 這個土庫曼 這些我們叫中亞五國 但是中級 從南疆開始 新疆南疆就塔里木盆地 然後過去接到吉爾吉斯 然後到烏茲別克 總共剛才主持人所說的 就是523公里 這個最重要是俄國的態度 這是俄國的後院 俄國的後院 以前的時候 中俄的戰略夥伴 是將信半疑 因為歷史的因素 兩個因為領土的糾紛 主群的糾紛 還有這個我們叫黑龍江 還包括了外星安寧 還包括江東六四屯 還包括蒙古的關係 因為這些關係的話 他們之間的戰略夥伴 是半吊子的戰略夥伴 但是2024年2月24號 這二烏戰爭爆發之後 就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為什麼 因為大家全歐洲 北大西洋公司 通通對俄羅斯做牌子 然後經濟制裁 然後貿易制裁 然後這個沒收他的 在那個當地國的資產 俄羅斯的資產 通通沒收這個樣子 那就靠了中國大陸 現在變成這樣 變成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而且以前的將信半疑 也因為迫於現實 就不要了 好 那你現在 這個終極問題 從1996年1997年開始 到現在不是2024年了 現在慢慢就 好吧 那這個就順水推收吧 是這個樣子 終於這樣子 終於這樣子 那就來做吧 知道那有三個因素 我認為第一個因素 因為我們叫吉爾吉斯 跟烏茲別克 這個都是我們講到的 都內陸國家 而且是雙內陸國家 為什麼 那他鄰國也都是內陸啊 那他又內陸 內陸中的內陸 完全沒有海洋 那既然是內陸國家 靠的是鐵運跟陸運 你沒有海運嘛 那就那個陸運 陸運的話 陸運跟鐵運哪個便宜 鐵運便宜 鐵路運輸嘛 那剛好 那我既然是內陸國家 靠鐵運 那靠鐵運的話 往中國大陸 因為中國大陸的這個經濟體大 做生意快 那就往 所以終極物鐵路 才有這個方面的需要 內陸國家一定要蓋鐵路 你連港口都沒有 再沒有鐵路你就靠陸運 就是公路啊 那太慢了 你運什麼貨那太慢了 成本會很高 所以我們講 因為它內陸的國家 第二個 這兩個國家 經濟發展都很遲滯 都低度開發國家 我們看吉爾吉斯 吉爾吉斯的現在的國民所得 只有5700塊美元 算低度的啦 對 那個我們講的烏茲別克 烏茲別克的現在的國民所得 就每一年每一個人 2700塊多塊美金 你看現在那多差 那生活很慘 那這樣怎麼 靠經濟 靠貿易 那最近是哪個 那最近的當時中國大陸 那北約20 20才打仗 那靠東邊的這個中國大陸 市場好像比較好 是這個樣子 因為他們的經濟的開發的需求 2700塊怎麼過日子 5600多塊怎麼過日子 還是很低 你知道跟中國大陸 只有市場依賴 市場需求 他們不會有競爭性 你剛好你的這些礦產過來 我來買 因為中國大陸人多 工廠多 最需要這些原料 你這些原料我都欠缺 鐵路一蓋好就送過來 然後你賺錢我賺原料 是這個樣子 他們是出礦產的 出礦產的中國大陸最需要礦產 要向澳洲買 那還遠 那個澳洲你要遠渡從洋 要通過那個南 從南太平洋運到北太平洋 因為太平洋經過南海 再運到海港 海港到下溪 下溪到運到 那不要我們中 中極烏鐵路直接鐵路運輸了 非常方便 523公里馬上貫通兩個國家 剛好我都需要礦產 這彼此上面需要 我們一開始知道 那中極烏鐵路 他們都希望你趕快蓋吧 趕快越早蓋越好 而且我們知道 這些吉爾吉斯 無止別的中國大陸 包含俄羅斯這個當事國 都是上河組織 上海合作組織 上海合作組織 總共九個會 然後三個觀察員國 對不對 另外十三個是戰略對話國家 那這九個 他們是九個 所以是核心中的核心 上河組織的核心 上河組織除了是安全之外 其實也有經濟合作的意涵 剛好大家都是上河組織 剛好對話平台 這個重新開始啟動了 是2022年9月跟10月 那時候剛好就是上河組織 我們要該恢復了 其實那時候剛好是2024 2月24號 烏克蘭戰爭已經打半年了 我們該恢復了 好 那個時候講恢復 所以今年2024年的10月 開始動工 那動工就快了 因為中國大陸鐵道工程很快 蓋鐵路還有蓋高鐵很快 因為它整個是 模組化機器 那個母機在那邊 就做做鋪 鋪這個鐵 那個枕木鋪鐵軌 紮鐵 紮鋼 錨釘上去 那是很 現在很快沒有像以前 那麼人工敲敲打打 在那邊炸來炸去 不是了 現在中共的鐵道的工程 這個效率非常的高 非常的快 乾脆應該順水推舟 馬上集 大概沒有幾年功夫 馬上就完成 是 謝謝謝將軍 好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地人爭執 內政之爭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共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正在環球達成間